相传这文华大学位于阴阳交界之地 校方为了政协 特地请风水大师设计了一栋八卦阵型的建筑 还起名为了大人馆 不料此阵被人恶改为巨音的密八卦 从那以后大人馆鬼隐闯闯 灵异事件层出不穷 不止有人搭电梯误闯阴间 还有人撞见在教室跳舞的女鬼 大学生阿凯抓住这个商机 想利用文华大学的鬼怪传说 制作一个AR恐怖游戏 这天阿凯半夜来到大人馆电梯前 然后翻看网上的攻略 据说只要关掉电梯的总电源 依序按下代表润月的楼层 再打开电梯的总电源 就能看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但整个过程必须要用一盏 低过自己鲜血的油灯引路 灯油如果耗尽 人魂也会耗尽 这个血液的主人就会跟着死去 阿凯战战战兢兢地开始挑战 破旧的电梯突然停在某一楼层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阿凯来回试探几次才敢出去 但他很快就着急忙慌地跑回来 接着阿凯栽到地上抽搐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拖出了电梯 这件事很快登上了当地的新闻 事后阿凯虽然被搜救队找到 但从那晚开始就一直重度昏迷 专业就是三年的时间过去 阿凯的妹妹玉婷也考入了文华大学 她一直想帮昏迷的哥哥 完成半成品的AR游戏 于是伙同几个伙伴一起研发 目前游戏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实测阶段 剑尾让玉婷明晚测试一个人的捉迷藏 眼看阿凯的心愿即将完成 玉婷特地去医院看望哥哥 谁知她刚表明游戏即将完成的意愿 一旁兄妹俩的合照莫名地摔到了地上 简直就像某种不祥的征兆 玉婷取出相片装进哥哥的行李箱内 结果找到了一本黑色的笔记和电梯内的应急开关钥匙 笔记里记载着各种招鬼的方法 傍晚游戏团队的人上台做其中报告 学长剑尾正在介绍游戏的设计背景 大人馆建于民国五十年代初 剑馆师严书文和校方产生了资金纠纷 故将大人馆改成了逆八卦进行报复 她因为情感问题杀害爱人徐又宜 进而自己在大人馆自杀 自此之后各类的灵异事件不断 先是意外失明的芭蕾女孩 又是选择殉情的教官女学生 游戏中每个单元的怨鬼故事 都取自发生在大人馆的真实事件 目前游戏只设置了三个环节 它们分别是一个人的捉迷藏 四角游戏和鬼电梯 凌晨三点一到大人馆空无一人 玉婷的团队开始着手第一轮测试 所谓一个人的捉迷藏就是指跟鬼娃娃玩捉迷藏 玉婷拿着手机打开游戏AR界面 然后按步骤有序推进 游戏画面结合阴森的大人馆实景 呈现出的效果非常出色 饶式开发者玉婷也觉得十分圣人 她为了寻找鬼娃娃 顺着画面中湿答答的脚印 一路追到舞蹈教室 而界面角落的油灯火焰 会提醒玩家大致的方向 所以玉婷很快找到了娃娃 谁知被NPC鬼学姐先一步抢走 下一秒鬼和捉鬼人身份互换 现在轮到玉婷找地方躲藏 并保证30秒内不被鬼学姐找到 视频中频频闪过的鬼影让人头皮发麻 即使玉婷知道这是AR 也忍不住慌了阵脚 眼看到鼠进入最后10秒 玉婷缩在角落不敢动弹 下一秒屏幕中冒出一张鬼脸 好在倒计时已经结束 玉婷以一秒之差通过了第一关 再看电脑实时画面的同学们发出赞叹 夸奖游戏完成度很好 经历教授的玉婷准备离开 谁知路过镜子时 模特动了一下脑袋 游戏还没结束吗 手机开始莫名的花瓶 玉婷僵直的转头盯着模特 结果看到对方眼睛发亮 面罩也猛的掉到地上 紧接着芭蕾模特扑了过来 玉婷想跑却发现门被反锁 剑尾等人听到声音过来帮忙 却发现舞蹈师的门并没有反锁 屋里的模特也好好站着 难道这一切只是惊吓过度的幻觉 玉婷留意到 木门上有三道刮痕 就在这时一个保安靠近 他就是前作中的唯一幸存者 纪德权 德权警告众人 12点闭馆后 任何人不得进入大人馆 玉婷匆匆拍下木门的刮痕后离开 他总觉得这痕迹跟哥哥有关 小时候爸爸总是醉酒打人 每当情况不对劲 哥哥就会在桌子上画线提醒玉婷 所以他怀疑木门上的刮痕是哥哥留下的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玉婷打算重演哥哥失踪前的电梯游戏 他用钥匙打开应急门 关掉了总电源 然后依次按下代表润月的楼层 可电梯却没什么反应 正当玉婷以为计划失败时 电梯门突然打开 并且走进了一男一女 一个穿学生服 一个穿军装 两人手指上还连着红线 女孩的小腿布满了尸斑 玉婷心中立刻拉响警报 该死的 这不就是那对殉情的情侣吗 就在这时 电梯钉的一声打开 等两个愿鬼出去后 玉婷火速的关上了电梯门 还没等他松口气 地上的红绳溢入眼帘 玉婷小心翼翼的捡起绳子 下一秒 绳子的另一端收紧 并飞速的拉到上空 刚才那女学生突然来了个倒挂金钩 把玉婷吓得连滚带爬跑出了电梯 她刚抬头 又一面撞上了教官鬼 危机时刻 德权赶到现场 刚才的鬼魂眨眼间消失 玉婷仍然不死心 她越发的断定 哥哥的鬼魂被困在大人馆 所以就问德权 阿凯出事时 手里提着的那盏油灯去哪了 玉婷想帮哥哥完成游戏 可德权什么都不肯说 第二天早上 建伟提醒玉婷 等一下要去图书馆测试第二款游戏 玉婷随口印下后 就去找德权 而此时的德权 正站在大人馆门口等外卖 她每次点餐都要外卖员送进门 哪怕两人只隔一米 德权也不敢迈出大人馆 这次外卖员故意使坏 放在远处 德权深吸一口气 想冲出去 甚至眼前的玻璃门猛的关闭 上面还映出一张女鬼的脸 德权这一下也顾不上外卖了 迟来一步的玉婷 看到门外的餐盒 索性捡起来追上德权 两人一钱以后进入了顶楼仓库 从里面的摆设来看 德权几乎是住在这里 玉婷讨好的递给对方外卖盒 并解释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很需要阿凯留下的油灯 德权抓紧手里的外卖 心意软还是拿出了当年那盏灯 她在玉婷身上看到了故人的影子 忍不住伸手抱住对方 路过的肩围等人看到此景 还以为保安在欺负玉婷 德权匆匆道歉后离开 傍晚她在值班室吃泡面看电视 谁知背后的门枝压一声打开 德权刚起程关好 就突然切换到戏曲频道 桌上的遥控器也不翼而飞 德权抱着脑袋乱了阵脚 不断默念 这里是腻八卦 你们进不来 不料下一秒 女鬼现身 德权吓得跑出了值班室 随后见尾等人现身 原来是团队的人想替玉婷报仇 故意恶作剧捉弄德权 玉婷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 而德权因为刚才的恶作剧 又想起几年前女鬼桥上的场景 当时的德权因为太过害怕 抛弃了被恶鬼缠身的 三女 害对方被星桥杀死 恶鬼还留下了一个诅咒 说你想活命 就得在下个润年杀五个人 但德权不想再伤害任何人 所以打算自我了断结束噩梦 甚至女鬼趴在她背后阻挠 随后玉婷也赶到了现场 一脚踢开地上的匕首 德权在玉婷的安慰下放弃求死 也对她敞开了心扉 德权告诉玉婷 大人馆构造特殊 外面的鬼进不来 里面的鬼也出不去 她守在这里 一是为了避恶鬼 二是因为对三女心桥有亏欠 玉婷拉着德权回值班室 让团队里的人给她道歉 德权想阻止这帮学生继续作死 但人家王八吃衬托 铁了心的要作死 一心人准备趁着今晚测试四角游戏 四角游戏顾名思义 需要四个人参与 但小卷毛负责控台 阿美害怕不想参加 所以他们索性拉着德权一起 几人来到图书馆 分别带好设备开始测试 玉婷还特地带了 震煞驱鬼的油灯 游戏规则十分简单 四人分别站在房间的四个角上 等房间的灯光熄灭后 再依序向前移动到下一个角落 两个角落的人交接时 需要拍一下前方人的肩膀 然后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并且在游戏界面中点根香 咳嗽两声 期间不管发生什么都要走完四拳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召唤出 不存在的第五个人 转圈的顺序 从德权开始到短发女结束 第一拳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等到第二拳的时候 走廊上突然滚来一枚铜钱 德权虽然听到了声音 但害怕大家多想就没支声 等转到最后一拳时 空台的阿美赫然发现 玉婷的背后竟然有个人意 阿美赶紧提醒对方 可玉婷转身后 没看到什么人意 甚至短发女他们也消失了 就在这时 中共的信号无故断开 短发女看到 玉婷像游魂一样 走向了错误方向 她担心玉婷就追了上去 而德权跟建伟也一样 都跟着上一个人走出了方向 等空台那边恢复信号后 四个固定机位的画面里 都没人了 更可怕的是 有个摄像头居然开始移动 阿美放大这个画面一看 这个机位明显 就是冲他们的中控室来的 卷毛和阿美赶紧冲上前 死死抵住门 与此同时 图书馆的四人彻底走散 建伟到处寻找玉婷的身影 不料一个长发女孩 猛的冲出来 还死死的抱着她不撒手 建伟还以为这是玉婷呢 赶紧安抚怀中的女孩 不要害怕 徐又宜就是被建筑师 严书文杀害的女人 但建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建伟低头一看 好家伙 大姐你谁呀 那女鬼转眼 却消失在暗处 另一边中控室的小卷毛 接到了一位知号码 打来的视频邀请 他接到后才发现 视频的视角竟然在两人身后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只鬼就从背后扑了过来 同一时间内 恶鬼大boss现身 他眼睛上挂满灵片一样的铜钱 大boss一登场 就抓走了剑尾 短发女 德权也被巨大的能量冲倒 这间大boss控制住玉婷的身体 想吸走对方的灵魂 德权下意识就想逃跑 可跑到一半 他突然想起了三女 德权已经因为懦弱 酿成了终身的悔恨 也许这一次就是救赎自己的机会 他鼓足勇气回去救玉婷 想将手中的油灯扔向大boss 但有人抓住了德权的手腕 他不得不使出全身的力气 火焰烧掉boss身上浮夸的装饰 露出一枚眼熟的玉佩 原来这个男鬼就是建筑师严书文 油灯的力量暂时逼退了对方 但灯座摔出了一道口子 正在往外漏油 这灯融合了阿凯的鲜血 灯在人在 看来玉婷哥哥的情况很不乐观 这次测试没有闹出人命 但建伟他们四个全部昏迷住院 情况跟阿凯一模一样 玉婷正在佛堂参拜时 收到了哥哥病危的消息 玉婷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当晚他就去哀求德权帮忙 两人一起来到阿凯出师的电梯 期间两人也猜到了 言书文造腻八卦的目的 就是想把徐又宜的鬼魂困在大人馆 永生永世的跟对方在一起 因为玉婷这一次带了油灯引路 所以他们成功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两人刚走到大门的位置 就看到半空悬着一根红绳 德权手键拉了一下 结果教官扑通一声摔下楼 接着就像丧尸一样追过来 玉婷二人马不停蹄的躲进厕所隔间 就在这时外面传了脚步声 下一秒隔间门被大力拉开 来者竟是之前测试捉迷藏游戏的玉婷 看来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时空 而玉婷这一次测试游戏时 遇见了各种闹鬼的情况 都是由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引发的 他看不到我 那哥哥的灵魂一定也被困在一时空 果不其然 玉婷很快在仓库找到了阿凯 哥哥这会儿已经奄奄一息 玉婷想带他离开 但仓库门却被人关上了 随后无处双鬼手抓着阿凯不放 幸好得权机制用油灯驱散他们 但是油灯破损火光极不稳定 随着火光熄灭 阿凯的灵魂最终消散 玉婷这才明白油灯跟哥哥的关系 油灯漏尽就代表阳寿耗尽 既然电梯能打开两个时空的通道 那么玉婷只要告诉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好好保护油灯 说不定就能救活哥哥 两人马上去舞蹈室找测试游戏的玉婷 因为对方无法看到他们 所以玉婷在门上留了两短异常的符号 警告自己不要破坏油灯 德权觉得这法子不靠谱 索性拉着玉婷去图书馆 两人想拦住扔油灯砸严书文的德权 他们闯入那场四角游戏 并在监控中留下了一闪而过的身影 所以当时阿美才看到玉婷身后有人 此时两人躲在暗处等待时机 眼看过去版德权就要扔油灯 玉婷赶紧冲过去死死拽住他的手 但德权力气太大 还是把灯扔了出去 就在油灯快要落地的瞬间 德权跑过去接住了灯身 两人的计划虽然奏效 但严书文这次却没有消失 玉婷为了保护油灯只好大喊 我知道徐又怡在哪 严书文果然放过德权追上了玉婷 眼看他就要被对方抓住 哥哥却提着灯救下了玉婷 三人会合后一起进入电梯 阿凯想用轨电梯的方法回到现实 谁知一顿操作后 玉婷却凭空消失了 反而被关进其他空间 随后严书文将阿凯德权提到半空 防止他们拿到油灯 其真身则来到玉婷的身后 准备再次施展吸魂大法 灵魂体的阿凯很快失去活力 眼看希望就要破灭 三年前从一空间跑回电梯的阿凯 突然出现 他看到了困在前方的妹妹 只能拼命的敲打玻璃 不料下一秒严书文先生 他用神秘力量控制阿凯 这就是三年前电梯监控拍到的画面 这间阿凯被严书文拖了出去 好在他消失前把油灯推进了电梯 枯子的灵魂玉灯即活 灵魂把阿凯再次清醒 他准备用油灯打破结界 玉婷见哥哥想自我欺生 就像很多年前那个午夜 父亲无休止的暴力引发反抗 玉婷失手捅死了对方 最后是哥哥扛下了所有罪名 在少管所关了一整年 现在哥哥又一次扛下所有 他拿起油灯冲向严书文 鬼魂与灭的同时结界破碎 灯油耗尽的同时 阿凯彻底死亡 两兄妹都想拼命的拯救对方 却闯入了一个注定失败的死局 好在他们破除了大人馆的诅咒 几天后 玉婷给哥哥举办葬礼 身为记者的表姐和德权都来到现场 想送阿凯最后一程 甚至德权又看到了女鬼 原来大人馆的诅咒虽然解除 但女鬼乔的诅咒还在他身上 德权身上还有一个润年之曰 他失魂落魄的回到住处 这些女鬼趴在他身后 伸手指向电视中的表姐 意思是你的考验尚未结束 此时的表姐被调到一个灵异节目组 一年后 德权更名改进应聘摄像师 他加入了表姐的团队 将对方引入险境 时空交错的设定大大提升了可看性 虽然大多数桥段的鬼魂特效失真 但恐怖氛围的营造还说得过去 能看到很多经典恐怖片的影子 比如剧情结构和阴阳互动 就跟温子仁的潜伏有几分相似 总的来说算是一部及格之作 遇到看到颜色的灵魂 在这一把我就 到底要那个灵魂 我们跟你说 然后 你